今天的在地真台灣系列報導 要帶你看看這位氣球達人的故事 十多年前台南的李承鋒 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 接觸到氣球裝置藝術後 就開始投入專研 他透過外國雜誌和同好切磋 從一個門外看一路跌跌撞撞 終於開拓出一片屬於自己的氣球世界 那這個牆面呢 我們藍色的部分 其中會有一組是三顆的 然後其他都是兩顆兩顆 所以現在我們要把這幾條的部分 我們先把它都是一條一條一條畫 我們再來做組裝 OK 分配完工作四個人開始動手 將地上五彩繽紛的氣球 一個個的組裝起來 毀毀工夫 用氣球拼裝的美國國旗大致完成 再將前一天晚上 趕工做好的氣球人偶 做最後的修飾 以美國隊長為主題的背景一搭好 立刻吸引旁觀的民眾搶著拍照 覺得很新奇 然後又是一個很創新的東西 在外面又看不到這樣子 我覺得超驚訝 而且氣球竟然可以做得這麼神動 真的超強的 我看到這個覺得真的是超驚訝的 氣球竟然可以做成這樣子 整個會場的佈置 大部分用氣球當素材 負責規劃設計的靈魂人物小有名氣 他叫李承鋒 2014年在美國參加世界氣球指標賽 作品中國娃娃以獨特的編織手法 獲得個人第三名 團體組更是得到第一名 在47個國家代表隊競爭下 共南瓜四面獎牌 得到如此殊榮 堪稱台灣之光 有這樣亮眼的成績 並非偶然 而是不斷的努力點擊 以及1.1滴經驗累積 才有今天的成果 我們像我在去年的美國的大比賽 WBC的比賽裡面 氣球大賽裡面 我為了做這些的 比賽的一些作品的一些呈現 其實連開車的過程裡面 我都會去想說 這個造型我應該怎麼做 或是說我應該用什麼 其他素材來配合它 為了做了一個人的造型 新娘的一個特殊的造型 我曾經花了三天的時間 一直在篩球 補球 一直在做其他編織方式的想法 家住台南的李承鋒 18年前退伍後 滿懷希望的 想在美術設計的職場裡 一展長才 後來到台北發展 偶然的機會 幫朋友佈置婚禮現場 才接觸到氣球裝置藝術 當時國內對氣球裝置藝術的 學習資訊有限 那都是從國外的雜誌 或是有興趣者 相互專研技巧得來的 而它從一個門外漢 闖進氣球世界 過程也是跌跌撞撞的 在早期實在是 能夠參考資料非常的稀少 那我只能夠從國外的一些雜誌報導去知道 可是你不曉得它的手法 我們就會經過每天晚上不斷的練習 有時候我們家人都說我跟瘋子一樣 三更半夜不回家還在玩氣球 突破氣球只是玩具的傳統影像 學美工設計的里承風 不僅運用編織技巧 還結合不同的素材 讓氣球不只是氣球 從動物造型 卡通人物 甚至是胸花 作品的多樣性讓人驚奇 因為有一些素材的部分 氣球畢竟跟花還是會有一些些 些許的不同 所以我還是會去請教一些插花老師 他們在製作胸花的過程裡面 他們如何去做一個搭配 或是如何去把整個胸花 跟別真的做組合能夠弄在一起 讓它更呈現更完整 藉著不斷的練習 經驗的累積 將原本被當作玩具的氣球 透過巧思 變化成具觀賞價值的藝術作品 改變傳統概念 努力加上堅持 讓里承風的氣球 在夢想的天空 增添繽紛的色彩 民視新聞 林俊敏 台南市報導 增強星 河化華 規格 努力加上堅持